每一次要号召学校里大批学生专注的听政府进行的廉政工作 对阵风人员来说是一大挑战 因此搬来了歌仔系的创新戏码 把脚本改编之后才有办法吸引学生的目光 另外像是藉由举办大型竞赛活动 健身好手齐聚一堂 也让廉政宣导有了更多民众响应的机会 现在紧接着又推出廉政的压乡路跑 这样一连串的系列活动都是因为我们就是武捷乡民的支持 那在此也感谢大家 那谢谢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我们的廉政工作 让我们能够成就是达成活力武捷的目标 每年都推出创新反贪宣导创意的宜兰县武捷乡公所 今年则是请来了当地的特色代言人压宝宝 邀请全国各地的健走路跑好手 一起参与品尝当地美食 以及饱览平原风光的健身休闲活动 我们这次结合台湾田园协会来共同主办压乡路跑 主要目的就是说让县外县内的参赛者 同时能够欣赏到我们武捷的田园之美 推陈初心的反贪策略结合了传统民俗以及在地活动 不仅参与的民众增加 也因此有了一批参与 推动联能政府反贪污的主要社群 借此来增加推广的成效 也能进一步结合文创与在地特色景点的介绍 政府机构的联能工作 兼顾了成本和效益考量一举数得 比较是第一个工夫 是你需要的重量 正确认证 感谢观看